看起来似乎企业跨业经营成了新趋势 不但3C家电通路业者 连航空业也都卖起了面包 台塘和成品甚至要经营旅馆 企业相继多角化的经营动机是什么呢 民众能不能接受 我们一起来了解 台航 台北 业界跨航经营越来越普遍 国营事业台塘开启旅馆 复兴航空也开店卖起面包 大家耳熟能强的成品书店 也正在松山烟厂就职 打造主题旅馆 企业跨界经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很多产业竞争非常激烈 每家公司都背负着 它的营收获利的压力 所以当它的本业 没有办法大幅度成长的时候 它必须寻找另外一个产业去做投资 就所谓的多角化经营 企业多角化经营跨足饭店餐饮业 消费者会买单吗 还是会尝试第一次 那就是看之后 看它真正实际上到底是怎样 原先有建立品牌形象的话 我们会比较愿意去考虑 它新的其他的事业 多角化经营不但创造市场话题 还可以扩大营收来源 但是隔行如隔山 跨界经营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跟你原来的产业是不是有相关性 你有相关性的话 你大概会知道那个产业 所面临的风险或者他可能的机会 第二个你有没有找到适当的人 人是最重要的 经济不景气 消费者荷包看得更紧 企业想要多角化投资 成效如何 还得看消费者赏不赏脸 UDN TV前面拳头正辉台北报道